哥你快看 那是什么 好怪的大球啊 那好像是拍卖场吧 上面的标志 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 拍卖场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记得大师说过 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 才有最高贵格的拍卖场 里面甚至连魂骨都有的卖呢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再去啊 可是 好像每家饭店都满足了 那都怪太龙那个家伙 待会儿我们这么久 哥 那有快餐 我们随便吃点 然后去拍卖场吧 快 老板 你这饭怎么卖 小姑娘 我这盒饭好吃不贵 两个同魂比一份 怎么样 那就来两份 对了 你把我那份的肉多给我搁 这怎么成 你也该多吃点 我不要紧了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大师说过 你们男人要多吃肉 不然会没体力的 小五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守护在你身边 你永远都是我最真爱的小五 好 好 我知道你疼我 咱们快吃饭吧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